不怕你才干 就怕你不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娜姐 离婚率连续上涨15年的背后 是那些引发女性离婚的毒气汤 涨了很大的功劳 本视频不出意外的话 会被部分女生骂 所以请点赞支持起来 弹幕保护起来 谢谢各位 第一句 找个成熟的男人 他会把女人当做女人一样的宠着 其实我想问一句 你会把人家当爹一样的孝顺着吗 第二句 女人不做饭不做家务 就说明男人宠着他 呵护他爱他 而男人不做家务 就说明这个男人是个渣男 我太难了 我说你都结婚了 你俩就是一个家庭 你做饭做家务是在为他做吗 你妈不做饭不洗衣服 是怎么把你养大的 第三句 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是爱你的 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 一定是不爱你的 我想问 如果爱你是需要花钱作为前提 那么你用以什么作为交换呢 第四句 婚姻需要仪式感 男人在节假日永远跟你送礼物 是可以证明这个男人爱不爱你 那么我想说 节假日他给你送礼物 那你给他送什么呢 他送了就是爱你 那么你不送 是不是你表示你不爱他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相互理解 相互扶持 走到生命的尽头 而不是一味的索取 第五句 家是想爱的地方 不是想道理的地方 你要是爱我 你就不要给我讲道理 你要跟我讲道理 你就是最大的不讲理 我都五言也对 都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怼 顶多就是让夫妻吵吵架 以不至于离婚 最有影响力的还是这句 只要女人还在生孩子 男女就不可能平等 应该也让男人也尝试一下生孩子 很多女人喜欢强调 自己在婚宴中的付出 非常的计较自己的得失 最后离婚成了很多独立女性的路 很多女生提倡男女平等 可是最后却用性别优势来上便宜 再接着平时各种晒粉红圈 几个姐妹A打卡某星级酒店的校茶 去上桑亚 再搞几件奢侈品包装包装 瞬间就觉得自己是新时代优秀的独立女性 再看看自己 发的图片的评论区下方 总有一群甜狗把自己捧完小仙女 一回头看看自己家里 那个为了养家糊口 不舍得给自己买件新衣服的普通男人 开始觉得他配不上自己了 不要小看这些被女权主义奉回的兴趣 一个人的思想 长期接受一种理念的灌输 她的价值方就会悄无声息的发生改变 最后以离婚作为收场 好了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在这里结束啦 关注我我是娜姐 我们下期见拜拜